美国到底会有多严重 现在是不是只是一个起点 接下来引发大爆发 特别是他们现在已经决定要进行 得来数筛检了 李医师 美国的动作太慢了 其实我讲美国一开始的时候 是蛮警觉的 他甚至曾经把台湾列为理由警示 他觉得说自己是完全没有病毒的样子 不过后来就是有一些警讯 第一个就是说 美国的那个流感死亡人数太多了 他流感一万多人死亡了 一万八千一万六千 一万八的话就是 以我们的联国比例来讲 台湾就是死一千八百人 台湾死一千八百人 那个马上政府要垮台了 对可是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时死于美国流感的人 有没有可能是武汉肺炎 里面一定有一些武汉肺炎 当时没有警觉 他们其实只有理由警示没有做其他的 然后美国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的医疗太贵了 台湾真的是太便宜了 现在医生在成群啊 对啊你看我最近越来越瘦 就是那个没有吃饱 现在的月经越来越差 真的真的 大不敢去医生 其实医师现在门诊数都变少 你看同样一个处理 包括那个核酸检验 他们的收费是我们的差不多十倍 准备要十万啦 台湾三千六啦 对不起啊 他们医疗就是 而且川普一定会被骂死 川普之前莫名其妙把那个 美国那个CDC疾病控制中心的 那个研发金会给他砍80% 这个以后一定会被人拿出来锁嘴 他们就是受限于经费 受限于检验的能量 所以呢 新冠病毒已经到处跑了 他还不知道 所以前几天我看他在讲的时候 就觉得他自己心里有数 因为他一直在讲说 这个可能会来 病毒可能会来 大家有心理准备 但是我们CDC有很好的人 我们都是世界顶尖的人 奇怪他为什么一直在讲这个 安抚民心 当政客说没事的时候就是有事 对不对 就是一个定律嘛 已经变成一个定律了 他说我们有专家的话 表示说将来一定有事 这个专家 我们有专家你不要太害怕 他那时候还笑嘻嘻的 最近看起来就脸色沉重 这个民主病比较坏了 那就是表示说 其实该报的还是报出来了 就是因为 我觉得美国应该跟我们学一下 我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子 因为我们一开始有疫情出来的时候 甚至那个病毒还没有传入 台湾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紧张了 我们就开始登机检疫了 大家知道吗 我们SARS真的太惨痛了 对不对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美国人欧洲人都没有经过SARS的教训 他不知道说这个东西 死亡率说百分之二到四好像很少 但是当你看到一个很大规模的传染的时候 你的死亡数就吓死你 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你的医疗体系会崩溃 你的检验能量会崩溃 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医疗 甚至你必须放弃存活力比较高的病人 现在意大利就这个样子 是 所以有人说美国驾开 其实可能有15000人染病 更有可能 有的人又太悲观了 我们就是要持平 不要太乐观也不要太悲观 有的人一直用这个数字来吓死人 就是说 你说可能没有严重 什么一个新冠病毒 一个人平均会传给三个人 三个人传给九个人 这样子几而急速增加 那一下子全世界人口都会得到感染 你可以这样推估 可是问题是 我们有人为的干预 我们不会放弄他不管 你发烧我就不放你出来 这是一定的事情 即使是社区感染 你一定会做相当的检疫 而且你会停校 会停课 停班 停止大型活动 另外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很多人得到感染的时候 病毒的扩散 你R0值会慢慢下降 因为他没有办法散出去 他好像碰到墙一样 就挡回来了 那所以像以前 即使是流感大突变的时候 流感突变一波少过去 通常他的2-30%的社区人口 会受到感染 他不会一直永无止境的 一直传下去 你这样讲我安心多了 你估计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了 这整件事情 不会结束了 现在有两个讲法 一个就是说 我们可能像2003人SARS一样 到了夏天他就不见了 可是我们要知道 SARS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他很容易辨识 所有的SARS的病人 远远一看就知道 你SARS在喘 把他关起来 他没有轻症 很少轻症 所以所有重症 我们都把握住了 另外一个是 他没有到南半球流行 SARS只有在少数几个国家流行 而且都在北半球为主 那天气 北半球一下天的时候 他就不见了 那现在的那个新冠病毒不一样 因为他已经跑到南半球的样子 虽然满半球 因为他现在是夏天 你看到南半球的确诊病例数都比较少 因为夏天他就不太容易传 那可是等到北半球是夏天的时候 他们也是冬天 所以南半球可能今年冬天 会面临新冠病毒的疫情 而且更可怕的是 这个新冠病毒本身 他是轻症太多 你没有办法掌握所有的病人 爬爬走 所以美国 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控制 因为你路上走的人好好的 看起来好好的 他可能是新冠病毒 你不知道啊 所以我想未来 他可能不会消失的可能性比较大 可是到了北半球的夏天 他的疫情会慢慢减缓 他可能不会不见 因为像我们的夏天 还是会有流感啊 所以到5月6月 对就是夏天变热的时候 变热的时候通常6月7月 那疫情会趋缓 6月7月